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牧师 我常常会经历到的一种的喜乐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在你们当中 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些弟兄姐妹 看见基督徒 因着你们的信仰 因着你们信了耶稣 因着你们的生命当中的复兴 更新 而在夫妻的关系和婚姻上面 发生了重大的更新和变化 让我这样说 在我所做的一切的服事里面 几乎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 所以我感谢主 因为在这间教会当中 主也常常让我兴奋 然后呢 有的时候我也 为此一位许多的夫妻来祷告 因为他们很久没有让我兴奋过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一旦当我们明白了 基督如何爱教会 那些互相埋怨的 互相仇恨的 考虑分手的 互相的计较的 算计的 夫妻 他们才第一次的 常常在我们当中 有许多这样的见证 他们才第一次真正的发现了 对方的可贵 和这个婚姻的宝贵 这个婚姻当中所包含的 上帝的救赎之爱 他们生平第一次的 发现了他们的婚姻 虽然如此的艰难 但却是如此的珍贵 那所以我常常 我其实从来不惊讶 今天的中国社会 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 或者还在不断地变高 有的时候我真的 我对这件事情 一点都并不吃惊 我吃惊的是 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离婚 我吃惊的是 有那么多不认识上帝的婚姻 居然都还能够维持下去 这才是让我很震惊的事情 我看到的是上帝的怜悯 我也渴望这些被上帝怜悯的 被上帝用维他命 他普遍的恩惠 作为维他命 还掉在那里的 那些半死不活的婚姻 能够因着基督爱教会 而重新地活过来 阿们 一个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并不能够真正地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 特别是一个不相信耶稣 如此爱了教会的丈夫 不可能真正地明白 这句经文的意思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她舍命 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句话对她毫无意义 只不过是助长了她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 大男子主义而已 她只是从基督教或者圣经当中 的一些教义当中 摘出来了一句说 嘿 这句话我很喜欢 她并不真正地明白 上帝对婚姻的观点 教会也是如此 让我再把这个问题 也生到教会 你知道说圣职 圣经对她的一个考察 和要求 跟婚姻 家庭的见证密不可分 这也表明了 当我们来理解婚姻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理解教会 当我们来理解教会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理解婚姻 如果一间教会 听从朝廷的命令 把国旗插在了十字架上 这样的教会 终将充满淫乱的婚姻 在山岗上 松树下形淫乱的男女 肮脏不堪的婚姻 最终偏离上帝的道 这也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如果基督不再是教会的头 那么丈夫也就不再是妻子的头 你没有办法守住一边 而失落另一边 如果男人们在婚姻当中 不为自己的妻子舍命 他们在教会当中 又怎么肯为主舍命呢 当他们被节选出来 组成一个长老会的时候 他们又怎么可能 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教会舍命呢 所以你们常常听见有话说 打开地狱门 牧师长老一大堆 所以第一 要选什么样的男人 做牧师长老呢 要选那些 为妻子舍命的男人 第二 我想特别地 对我们当中单身的姐妹说 要选什么样的男人 做你的丈夫呢 要选那些 为基督不顾一切的人 不要选那些 为你不顾一切的人 他今天能够为你不顾一切 明天就能够为另外的人 不顾一切 为另外的事不顾一切 除非他愿意为主 不顾一切 除非他因着敬畏基督的心 和你一同进入那彼此顺服的 联合的生命的关系当中 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 愿意为他的妻子舍命的人 阿们 感谢观看